尤其是 當你跟你的另外一半相處的時候 你如果真的生氣不高興 你們要找出原因 而不是說 你為什麼這麼晚回來 你是不是變壞女孩 什麼交朋友就這樣子了 你怎麼變隨便了 半夜都不回家了 好換你了 你半夜不回來變成什麼 你難道不知道我要應酬嗎 你不知道這是男人的工作嗎 我在應酬的時候 你打電話來讓我生氣耶 你當什麼女人啊 這是雙標吧 對吧 而且是大男人沙文主義之下的雙標 並不是 你很好 你做得很好 別人不好 因為你自律 因為你怎麼樣 自律的人不需要說出來 漂亮帥的人也不需要自己說 別人會說 當你自己需要從你的嘴巴講出來的時候 那是因為別人不這麼認為 你才要講出來讓別人知道 你們聽得懂我的邏輯嗎 所以 我並不會一直跟你們 強調 這個舉例我不知道好不好 但是我覺得可以用來舉例 我並不會一直跟你們強調說 我是博士喔 我是博士喔 你們要尊重喔 博士喔 博士又怎麼樣 每個人的職業都 就是這樣 所以我不會一直強調 我是 我的身份是什麼 但是我會強調我講的內容 我是很重視的 很嚴肅的 當我要一直強調 代表 我怕你們不相信 但是今天我的身份 我自己的學歷 我自己走過的路 我管你們要不要相信 那是你們的決定 因為我的資料就放在網路上 我講出來的話就是我的經歷 我的所學 所有我看的東西 融合而成 變成徐蘭芳的想法 跟徐蘭芳的觀念 講的話 我也沒有要你們 一定要照著做 我只是希望大家可以 多放寬心 多放寬標準 多一點點真正的同理心 而不是在自私立場下 要別人同理你 但是你卻無法同理別人 這個不是你有同理心 這個是你太自我為中心 在兩性關係裡面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聽得懂嗎 是不是有點太嚴肅了 其實我覺得啦 在做這些事情 每個人都有自知之明 那我只能跟你說 當另外一半在對你好 在珍惜你的時候 如果 很多時候錯過 真的就是一輩子了 那我們自己 在面對任何事情 面對任何感情也是 只要你盡力了 只要你付出全心全力了 假使它是你覺得很重要 很愛 很不能失去的東西 但是你發現 它其實並沒有這麼愛你 你也該離開了 懂嗎